中共宣传话语自相矛盾 今年两会少见雷人言论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3月13日 美国之音报道 每年3月上旬中旬 在中国共产党掌控的 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有中共政治花瓶之称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举行年会之际 也是所谓的雷人言论频发的季节 今年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 来自两会代表的 给中国公众和网民娱乐的雷人言论 相对较少 但中共中央机关报 人民日报 旗下的小报 环球时报的总编辑 胡锡进 3月9日发表的一则长微博 在中国网民看来 够雷人 在观察家们看来 则是显示了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的宣传新趋势 雷人 是中国民间的说法 通常是指官方的人 发表的令人匪夷所思的胡言乱语 令人感觉犹如五雷轰顶 不知所措 哭笑不得 往年在人大政协两会年会期间 中国的官方媒体 会报导两会代表的雷人言论 给中国的公众和网民 带来娱乐 带来议论和嘲讽的话题 往年的两会期间 的雷人言论 包括建立全民道德的档案 房价每平方米 卖一千万元也合理 需要立法扣除工资一部分 用于慈善事业等等 这些雷人言论 使中国公众纷纷议论 人大两会的这些所谓的人民代表或民主党派人士 跟公众多么遥远 他们的言论多么荒诞 给中共当局感到难堪 近几年来 中共宣传部门反复对中国媒体发出指令 不要再报导雷人言论 于是 在今年两会期间的雷人言论相对稀少 但在3月9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旗下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 发表的一则长微博 声言 中国在中共的领导下 非常强大 否则 人民币如今点到十几块钱对换亿美元 甚至20块钱换亿美元 本是大概率事件 胡锡进的说法 引起了中国网民的纷纷议论 因为中共当局通过操控汇率 谋求外贸好处的问题 一直是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 对中国长久以来的抱怨 而依然没有完成 对美中两国为了结束两国之间的贸易战 而进行的谈判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 美国要求建立强硬强大的机制 可以制止中国当局通过操控汇率 随意将人民币贬值来谋求贸易好处 就在胡锡进发表 上述有关人民币很可能大贬值 贬到十几块钱对换亿美元 甚至二十块钱换亿美元的雷人言论 发表一天之后 中国中央银行 人民银行行长 易纲 在人大的记者会上 做出承诺说 中国绝不会把汇率 用于竞争的目的 也不会用汇率 来提高中国的出口 实际上 中国操控货币汇率 利用货币贬值 谋求贸易好处 一直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 美国关注的问题 特朗普总统从竞选时 曾批评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 还曾把中国称为是操纵汇率的冠军 在纽约的政论杂志 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 胡平说 胡锡进在其长微博中谈到 中国的货币汇率问题时 一下子暴露出中共本来应当隐藏的东西 这就是中国的货币汇率 是中共当局肆意操控的 此外 中共当局肆意把所谓的低端人口 驱赶出城市 引起中国公众的愤怒和寒心 胡锡进扯谈 其他国家的贫民窟问题 中共当局在西藏 尤其是在新疆 对少数民族实行压迫 导致国际间的谴责 胡锡进却扯谈 中国边将民族问题 可以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简直像是给跟中共当局 玩高级黑 胡平说 为什么说有高级黑的嫌疑呢 因为他是以正面歌颂 肯定的语气在说话 实际上客观上成了一种批评 一种揭露 但从另一方面 你又很难说 胡锡进是有意这么做的 中共宣传部门近来强调 禁止对中共玩所谓的低级红 高级黑 也就是利用中共的话语 来黑中共当局 胡锡进的微博发表之后 许多网民认为 这是他在玩低级红 高级黑 中国独立评论人士 江其声认为胡锡进的言论很有趣 他说他的本意倒不是高级黑 他不可能这么坏吧 但事实上 他起到的作用确实是这样 他等于是在客观上帮了当局的盗盟 江其声以胡锡进谈所谓的 其他国家的贫民窟 为例指出 其他国家大城市有贫民窟 虽然不是好事 但毕竟还不是准贫民 在大城市生存 中国则是干脆禁止 当局所说的 低端人口在大城市生存 这是非常可耻的事情 让中国当局也感到可耻 江其声说 像胡锡进这样 还拿这个东西来吹的 很少 当局还这么做 但不怎么吹 胡锡进不知道出自什么动机 这个我们也不好猜测 像他这么吹 还拿来恶心别的国家的 那真是很少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 胡锡认为 低级红 高级黑 在当今中国 成为一种势透 一种气候 让中共当局也感到头痛 其实根源在于 以习近平为首的 现在的中共当局 跟过去的中共当局 有明显的差异 他说 现在的中共 确实跟毛时代有不一样 因为在过去的毛时代 中共有它那套意识形态 有它的一套 前后一贯 多少能够自洽的一种说法 现在的中共 则完全没有这种东西 根本就是自身 充满了自相矛盾 如果说 中共政权 除了暴力 就是建筑在谎言之上 那两种谎言 也是不一样的 前一种谎言 有它的连贯性和系统性 胡平指出 先前的中共政权 还追求谎言的连贯性和系统性 现在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 则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胡平以中国最高法院法官 王林青 在揭发最高法院 千亿元大案卷宗丢失之后 被迫在电视上认罪 说是自己盗窃了卷宗 唯利说 现在的中共当局的宣传 已经不在乎你信不信了 在王林青 显然是被电视认罪之后 一位中国网民讽刺到 王法官坚守自盗后 积极要求上级 调查卷宗被盗案 甚至逼着领导查视频 反观上级领导 不急不忙 拖拖拉拉 于是王法官终于死气白脸的 向媒体曝光了此事 这智商超越了人类的认知极限 看来不傻的 像王法官一样读博士呀 更何况是博士后 多年观察中共宣传演变的胡平说 自中共新党魁习近平上台以来 中共的这种赤裸裸的根本就不理会公信力的宣传 可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当今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 是因为在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主政时期 那些中共领导人 对中共的意识形态 没有自信 所以并不强调正面宣传 只是努力禁止批评声音发声 而习近平则不同 他声称有四个自信 强调正面宣传 胡平说 这种强调又跟毛泽东时代很不一样 他更多的是表现出 我是流氓我怕谁 就是说看你们服不服吧 他有时候会自理行间透露出 这种流氓气 这种霸气 所以他这种高级黑 我们很难说 胡锡涎他是有意为之 是也有不满是间接的委婉的揭露呢 还是他认为 我们中国就是这个样子 看你怎么着 很难说 胡锡涎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动机 但效果上 确实是有高级黑的效果 而这种说法 之所以能够出现在习近平时代 也就进一步说明了 这个时代的流氓气 霸气显得都比先前更为露骨 胡平认为 眼下中共的诸多自相矛盾的宣传 不管是否是低级红 还是高级黑 都有助于外界 进一步认清 今天的中共掌控下的中国 就究竟是怎么会是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拉萨起义后 进入劳改农场的日子 能活着出来的没几个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3月13日 美国之音报道 公元1959年 对几代藏人来说 是个刻骨铭心的年份 上世纪50年代初 共产党入侵并占领西藏后 在藏区暴力推行的一系列政策 引发的不满和抵抗 在这一年达到顶峰 3月10日 拉萨爆发藏人起义 7天后的一个深夜 第14世达赖喇嘛 无奈出走 10年未满24岁的他 可能未曾料想到 此一去 就是一个假子 那一年 8万多藏人 追随达赖喇嘛的脚步 背井离乡 踏上流亡之路 匆匆离开时 来不及的告别 淹没在时光中 此一别 物是人非 留下的人 见证了中国军队的机枪 炮火 不计其数的藏人 生命定格在了那个年份 武力镇压后的抓捕 让一大批人失去自由 戈壁滩的劳改农场里 掩埋着他们的尸骨 达赖喇嘛在自传 我的土地 我的人民中写到 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 死亡与破坏进程 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 达到顶峰 当这一切结束之时 大约6400座 约99.9%的寺庙被毁 中国的占领政策 直接导致约120万藏人 非正常死亡 藏人总人口约为600万 在那场以失败告终的 反抗共产党统治的 拉萨起义60年之际 美国之音采访了 四位旅居海外的藏人 讲述1959年 在他们生命中留下的印记 以下是最后一部分 下午洛桑塔杰 劳改三年 九死一生 下午洛桑塔杰 87岁 前政府官员 1959年被抓 坐牢20年 1985年离开西藏 现居美国 1932年 我出生在日喀泽 解放军炮轰 打赖喇嘛的下宫 罗布林卡那天 我就在里面 当时 我是嘎萨政府里 一名年轻的官员 那天清晨 我就听到枪炮声 哒哒哒哒 开始的时候 炮弹都落在 罗布林卡围墙外面 有一个曾经留学 印度的西藏贵族 那天刚好到宫里来 他给我们 做了简短的训练 比如 听到炮声 要趴下来等等 过去 他曾在英国人的军队里 受过训 我们按照他的话去做 特别有用 后来炮声越来越密 罗布林卡里的树 都被震得摇摇晃晃 很多房子被炸毁了 很多人也被炸死了 那个西藏贵族对我们说 你们得想办法逃走 但我们也想不出往哪里逃 结果我们跟着他走了一阵 沿途听到炮声 就趴下来 但片飞得到处都是 很可怕 突然有什么东西 打到我的腿上 我摔倒了 低头一看 没有血 我还能站起来 但我的裤子都被炸破了 上面布满金属片 我的伙伴说 咱们还是去找几匹马吧 平时 罗布林卡的马棚里有很多马 而且个个都是好马 我们到了那里时发现 马也差不多都被炸死了 我的伙伴对我说 咱们再也不能这样坐以待毙了 得赶紧逃走 我说 我们往哪里逃呢 他说 先跑出罗布林卡再说 出了罗布林卡正门 放眼望去都是尸体 我们从尸体中 蹚出一条路 继续往前跑 炮弹还在不断落下 机关枪的声音 就像森林里的麻雀叫一样 连成一片 啾啾啾啾 落在地上的子弹 扬起的灰尘 遮天蔽日 我们是几批人一起跑的 一共一百多人 在那种枪林弹雨下 只有两个人受伤 其他人都安然无恙 直到今天我还琢磨不透 那天是我们运气好 还是解放军 有意没把我们杀掉 跑到宫德04的时候 我们发现自己完全被解放军包围了 那天晚上 所有在嘎萨政府做过关的人 都被送到西藏军区司令部 关起来了 这样关了一段日子 有一天 他们说一些人要被转送到其他地方 包括我在内 离开拉萨前 我们的亲戚或准来探望了一次 送了些吃穿 第二天来了好几辆大卡车 每辆卡车上装了20个人 前后都有持枪的解放军押送 我们一共72个人 全部是嘎萨政府中 比较年轻 层级比较低的官员 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卡车从布达拉宫门前驶过 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 就这样走了很多天 最后到了甘肃九泉市外 的一个劳改农场 从卡车上 我看到一面很高的墙 四周都是碉堡 里面是架纸枪的看守 我心里想 那肯定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监狱 进去以后 里面一排排的房子 房子外面有个洞 没有门 也没有窗 我们几个人被分在一张炕上睡 除了一点稻草 什么都没有 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挤 几乎不能把腿圈起来 只能直挺挺地躺着 我们的工作是 把大份挑到田里去 再挑着沙子回来 运到另外一个地方 每运一次 他们给我们一张票 每天必须攒够固定的票数 不然别人吃饭的时候 你还得继续干 一天工作12个小时 除了中午两个小时 吃饭和午休外 没得歇息 劳作了一整天后 晚上还要开会 让大家检讨自己的思想 做自我批评 刚开始的时候 条件还可以 我们从西藏带了一些簪吧过来 还有一些汉人 愿意用馒头 交换我们身上的衣物 我们从西藏出来时 身上穿的衣服 都是用意大利布料做的 但很快 吃得越来越少 每天只有很少的一点野菜汤 和用醋粮做的很小的饼 那是1961年 他们说 现在是三年自然灾害 大家都要节约 每个人从30斤 减到7斤口粮 其实说是30斤和7斤 但我们根本吃不到 只有一点点的野菜 我们总是喝水 像牛一样吃草 在地上看到任何绿色的东西 都拔起来吃 吃的时候 还得偷偷的 不能让管教干部和军人发现 有时在外面劳动时 发现一片树叶 都可以放进嘴里嚼很久 回来的时候牙齿和嘴巴都是绿色的 出去大便时 看到粪便旁 有什么能吃的 我们都会捡起来吃掉 一点都不觉得恶心 出去倒垃圾时 看到垃圾旁边 有一株杂草 也会捡起来吃掉 人饿的时候 所有其他的痛苦 都会消失 只想吃的 做梦也全是吃的 我常想 如果能吃上一顿饱饭 死了也值得 到最后我们根本没法劳动 所有的人都躺在屋里 坐都坐不起来 浑身疼 身上的肉早就没有了 连骨髓仿佛都酥掉了 除了还在喘气外 喝死了没什么两样 我们从拉萨一起去的72个人中 最后只剩下了19个 其余都饿死了 不只是我们 农场里汉人的囚犯 也大批死去 每天有人到各个房间去检查 死人就被抬出去 放到农场后面的一排空房子里 下午去时房子是空的 第二天早上 出去上厕所时 房子里一定会有几具尸体 有一天我自己数过 一共9具尸体 说明前一天晚上死了9个人 大部分都是汉人 应该就是他们说的右派分子 这些尸体被放上一辆小推车 送到旁边一片很大的沙地去 就随便丢在那里 我们常说明天被抬出去的人 就会是我 过一段时间 那里就都是白骨 我在那个农场被关了三年 直到有一天 西藏来了人 把我们活下来的19个人装上卡车 并回拉萨 来的时候用了好几辆卡车 回去的时候一辆就够了 回到拉萨 我们又被关扎其监狱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我闻到沾巴的味道 那是我这辈子闻过的最香甜的味道 四位旅居海外的藏人 讲述1959年 拉萨起义当时的口述历史 以上全文播送完毕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 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势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 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